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掉到张静宇的圈套 怎么会这么笨呢 怎么会你一个张静宇都对付不了 不是你的错 其实都是我 赵大首席你不要这样想 我刚刚说笨我是说我自己 不完全是你的错 你当初说要用宋晨晨的时候 我也同意啦 所以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 我拜托你不要往心里去 真的没事的 我们一定可以想到办法的 没事 怎么可能会没事啊 夏天晴 张静宇你还敢来啊 你喝酒 我来找我的未婚妻啊 谁是你的未婚妻 你现在给我出去 怎么这么说啊 我们都办过婚礼了你 对 我们都办过婚礼了 所以你不是我的未婚妻 你是我的老婆耶 哎呀干嘛你来打扰我们啊 放手你放开我 张静宇 她还叫什么 要没有别人赛 放开我了 张静宇 放开我了 张静宇 放开我了 张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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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滚 不然我现在就报警 有等子 我不会放过你的 谢谢你 先坐 冷静冷静 我们没事了谢谢 需要帮你报警吗 不用了谢谢 可是 现在饭店在参加比赛 我不想再结坏神之后 我真的没事了谢谢你 我真的没有事情了 反正她现在已经走了吗 那你怎么会突然来找我呢 你 你是不是 我知道了 你要我帮助你 那些事情都不重要 你现在好好冷静冷静休息一下 我想张静宇 短时间是不会再回来了 不行不行 规律的睡觉对你才是好的 我先去准备 夏天晴你够了没啊 饭店已经发生这么多事情 都不先想想你自己 你还关心我的睡眠状况 还说要帮助我 你会不会太夸张啊 好 那 我 我不陪你睡觉 你可以陪我睡觉吗 这是你久违的睡觉 如果变成常态的话 你应该就不会再出事了吧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人山人海之中 相遇只是一种运气 我不认明 天崩滴裂这些 也要抱紧同归与情 我还年轻 至少还能任性 小张说还有什么不可以 永恒是目的 爱是错有名 你是世界的唯一 今天 谢谢你救了我 还帮我赶走张震宇 虽然你平常都欺负我 常常骂我笨 总是一副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人的样子 但我没有想到 你还是有温柔的一面 你真的长得很像赵子墨 还是其实 你是赵子墨的分身 是他派你来保护我的对不对 你今天一定也很累了 突然被张震宇反江一军 心里一定也很不舒服 整个人都身心俱疲了 所以你要好好休息 停止头脑的转动 三千万 本来就是我的事 在一起 喂 歌主 不过 张喜正复职了 一起按照原计划进行 虽然觉得应该用不到 但为了以防万一有需要 房卡多打一张给你 这个傻瓜 这个傻瓜 我不客气 对刚才发生的